台湾电影镇头春节党票房开出惊人佳祭 25日下午特意举办镇头电影原生代 请恭感谢签唱会 戏中三位演员击鼓开场 可有轮一演唱镇头主题曲朝热现场气氛 可有轮因为这一部阵头而打开电影之路 他也透露自己有很多电影在接洽中 希望可以在接载里在电影上有更好的发展 电影慢慢邀约都进来了 有几部已经选定要开始开拍了 之后大家会看到后面很多陆陆续续的在电影上面的作品 那我自己这边以前常常跟朋友也都在家里讨论一些剧本什么的 而现在我们拍完镇头之后 很多叔叔他们都问我说 Alan你以前不是有在聊什么电影剧本的吗 现在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乐友伦也透露与自己相识十年的好友周董周杰伦 也有在网络上给自己支持鼓励 更坦言周董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自己一定随叫随到 他有把他的跑车接我开一下 我有跟他说我还蛮喜欢的 杰伦这个老哥他也期待了很久 那我们在认识到现在我看应该有十年时间了 那十年他做了很多东西 他出了很多唱片 他也拍了很多电影 那在这十年里面呢 我相信我的老哥也看到 我没有错失任何的机会 杰伦如果今天他有任何的 他要把我们这群好朋友 然后叫回去做任何帮忙的地方 我也是随口随道 对跟导演一样 谢谢他 请不吝点赞�� 老憑 你